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俄乌战争第843天 先来看看乌克兰无人机可能摧毁俄军两架苏三四战机后续 6月14日凌晨,乌克兰70多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 这个基地驻扎俄空天军的苏三四战机 最新卫星图像显示 两架位于机库内的苏三四战机可能遭到严重损患 甚至完全摧毁 俄频道称 至少两架苏三四战机被摧毁 另外十架飞机受损 损失情况仍在澄清中 只能说乌克兰无人机越来越厉害 俄罗斯在某些方面落后乌克兰太多了 6月15日 赞恩斯基抵达瑞士参加瑞士和平峰会 根据最后名单有92个国家参加峰会 160个受邀国家 92个参加 出席率58% 其中57个国家派出最高级别的代表 包括总统或总理 29个国家将派部长级代表出席 主要由外交部长组成 6个国家派大使出席 8个国家 8个国际组织代表和宗教组织领导人出席 欧洲国家全部都是首脑出席 部分发展中国家派出部长 大使特使出席 印度沙特阿根廷 加利塞尔维亚都有出席 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并未出席 本次峰会将为乌克兰和平讨论一个新的框架 不管结果如何 乌克兰外交已经胜利了 而且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峰会最终的文本 以公告为准 乌克兰正在凝聚更多力量和支持 战争结果到来只是世界问题 来看战场最新消息 哈尔克福地区 俄军在这里损失最大 遇到大麻烦 即使不断的增援 也被乌军反推 利普齐方向 俄军多人被俘虏 利普齐北部 赫利普克利伯克西部和南部的所有出现 沃普昌斯克 乌军反击 将骨料场的俄军包围 等待俄军的只有被消灭或者投降 哈尔克福战役 俄军无法获得胜利 只有被反推或者被消耗 阿乌地布卡地区 俄军从新波克罗夫斯克南部地区 向新谢利福卡佩尔沙方向推进 试图拉平诺沃 波克罗夫斯克 乌曼斯克之间的区 俄军至少16件装备组成的装甲同队 攻击乌军寸地 损失散众 攻击被击退 巴木特地区 俄军连续攻击 仍然可能破坏 恰奇夫加尔外围 加布鲁热地区 俄军对旧马 约尔斯克 乌尔扎因的攻击 没有什么进展 马林卡 新海利福卡地区 俄军向克拉斯诺霍利福卡 新海利福卡等多个方向攻击 俄军第49旅 击退了俄军28辆装甲车参与的大型进攻 俄军损失惨重 但仍强行向前推进 赫尔松地区 布鲁热斯克克里米纳 莱曼地区 俄军向多个方向攻击 俄乌互相的攻击 暂现变化不大 6月15日 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 俄军人员 装甲车火炮损失 进一步的走高 这期峰会期间 乌克兰获得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 为担保的500亿美元贷款援助 年底将收到这笔款项 德国总理 俄军词称这是历史性的一步 而俄罗斯误判乌克兰的支持率 这期领导人还警告俄罗斯 不要使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还要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并称俄罗斯应向乌克兰赔偿4860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日本与乌克兰签署了安全协议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 和一个纵队的F16战机 拜登还强调 美国将支持乌克兰 直到他们赢得这种战争 这显然与以往的说法不同 这意味着美国放弃过去的做法 正升级局势 持续消耗俄罗斯 过去一个月 西方捐赠 约600到700辆装甲车 1000多辆支援车 5万架无人机 数以千计的反坦格导弹 各式装备正运往乌克兰 运往乌克兰的飞机数量也将增加 F16战机正在到来 战争似乎到了临界点 乌克兰的趋势正在变好 6月14日 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 埃瑞斯T防空系统 海马斯火箭炮和鲍尼坦克等 荷兰2024年已经提供超过30亿欧元的军事支持 还将继续扩大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欧盟内部市场事务专员表示 2024年年底 炮弹产量将达到170万枚 到2025年将生产250万枚炮弹 6月14日 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称 将竭尽全力阻止俄罗斯 制裁一切能让俄罗斯战争机器运转的东西 英国冲在前头 又要有事发生 6月14日 丹麦成为第一个投资乌克兰武器生产的北约国家 丹麦提供资金 直接从乌克兰国防军供体 购买装备支持不去 这种模式已经被西方接受了 美国、欧洲各国均表示 可以投资乌克兰军工业 丹麦成为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乌克兰的军工产业将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有望超过俄罗斯 6月14日 欧盟大使就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框架达成一致 在各国援助乌克兰 瑞士和平峰会召开之际 俄罗斯抛出自己的和平条件 颇有叫板瑞士和平峰会的意思 6月14日 俄总统普京亲自宣布俄罗斯和谈的条件 但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响 具体包括乌军必须撤出顿尼斯克、鲁干斯克、赫尔松和扎布尔热行政边界 意味着乌克兰要把剩下的2.6万平方公里领土送给俄罗斯 乌克兰明确拒绝加入北约、中立、不结盟和无核地位 承认克里米亚、断尼斯克、鲁干斯克、赫尔松和扎布尔热是俄罗斯联邦地区 俄罗斯就会开始谈判 西方对俄罗斯所有制裁都应取消 如果乌克兰和西方拒绝新的和平提议 下一次谈判条件将有所不同 俄国家杜玛副义长彼得·霍尔斯泰表示 如果西府拒绝俄罗斯最后一个和平提议 下一个将是投降提议 不得不说呀 俄罗斯还是蛮自信的 有点声色俱利 也透露不少信息 俄罗斯试图营造自己想要和平 而乌克兰拒绝和平的假象 给瑞士和平峰会反割一击 俄罗斯抛出和谈条件讨价还价 试图争取一个满意的价位 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意识到无法赢得战争 试图和谈、冻结战争 重新恢复以便进一步的前进 如果默许俄罗斯这么做 那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将荡然无存 下一个又会是谁 乌克兰已经多次表示 不会用领土换去和平 这意味着乌克兰将继续战斗 直至胜利 俄罗斯并不是那么强大 也不是没有问题 最新的和平提议更像是绝望的呐喊 乌克兰已经坚持843提 还想继续坚持下去 乌克兰将为自己赢得胜利和公正的和平 退无可退 唯有战斗到底 现在看来真正该焦虑的是俄罗斯 而不是乌克兰 俄罗斯的自信终将被打破 毕竟泽连斯基是演员能干大事 上一个演员是里根 这两年 俄罗斯画出过无数的红线 开战第一天 俄军大笔一回画出第一条红线 禁止援助乌军任何武器 很快 第一次打脸就来了 美国根本懒得理 直接援助乌军大量的标枪和读刺 这直接就让俄军的一小时二十二分 拿下几乎成为永恒的笑话 于是 俄军把红线修改为 禁止援助乌军重武器 可红线刚画完 美国反手就援助M77榴弹炮 俄军又一次被打脸 随后 俄军将红线改成了 禁止援助乌克兰远程武器 可美国就援助了海马斯 俄军继续来将红线改成 禁止援助乌军 鲍2和M1坦克随后 鲍2和M1坦克就出现在了俄乌战场上 没事继续改 这次红线改成禁止援助 暴风阴影巡航导弹 随后 暴风阴影巡航导弹 就在俄乌战场上大发神威 还破了巡航导弹击沉潜艇的记录 这下俄军又划了红线 呈援助乌军F16战机 就视为核信号 现在就一批F16马上就来了 俄军确定你要来真的吗 俄军于是又划了一条线 中线攻击俄军本土就扔核弹 现在乌军无人机都炸了你本土的远程战略 预警雷达和苏武器战机 俄军还是无动于争 前段时间法国说要出兵援助乌军 俄军划出了中级红线 如果俄军和北约之间发生直接冲突 那代表着世界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 只有一步之遥了 现在法国首批军事人员一抵达乌军阵地 俄军会如何的反击呢 一点都不像战斗民族该有的样子 不过呢 我仔细想一下 战斗民族花眼的红线 只是针对某一些群体 比如哥哥几百万平凡公里出去的大清 当年真的遵守这条红线呢 以至于到现在 那些大清奴才的后代都不停的提醒我们 俄罗斯是最值得尊重的 俄罗斯如果没了 下一步就轮到我们了 要顾全大局啊 可能是他们的呼声啊 俄罗斯这边听到了 也可能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着不断突破大地红线的西方实力啊 以及面对劝强不为所动的乌克兰人 俄罗斯终于想起来 当年遵守红线的人呢 是多么的好呀 大地不要天天的喝福德加呀 你谈话的对象呢 不是当时那遵守红线的人 你是在向乌克兰重复的这个和谈条件 没有五次有三次了 怎么定 没记忆 还是记忆太深刻 转不过弯 小将们天天呢 叫乌克兰爱打地 叫乌克兰投降 割地赔还 因为有的国家就割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割就割习惯了 以土地换和平 难道不像吗 可惜人家乌克兰人呢 又不想签爱回条约 乌克兰人与那 宁死 要捍卫尊严 保卫家乡 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泽尔斯基曾多次表示 按照大地的条件 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 他发誓要夺回实地 包括俄罗斯于2014年 吞并的克里米亚 真的看不起大地啊 脸都不要了 这么多红线被扯了 就不要再划了 要知道这两年的红线加起来 都可以织一件红色毛衣了 这件毛衣不符合俄罗斯的气质 还是不要穿了吧 八十年前 日本曾划下红线 让西方势力也不要给中国递刀子 并忠心劝告 勿为颜值不欲也 西方努力突破日本划下的红线后 投铁的日本呢 发动了珍珠港袭击 确实是条汉子 有福气 但最后呢 不只是已经吃到口中的东三省了 连已经消化到肚子里的台湾都吐了出来 大地啊 乌克兰是打不动的 男人做错的事啊 要有担当 像元首那样慷慨服死 不像吗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果您认可大声节目 不妨给大声音乐打赏 为正义发声 感谢一路由你 通过你 你就享用力 才能试回来